在瓦斯托波尔遭袭致百人伤亡 俄方指责美国与乌克兰负有直接责任 事件后续还将如何发展 俄乌对彼此能源军事设施系统性打击 各自有何目的 日趋激烈的地面战事 还会如何变化 美再次放宽对武武器使用限制 要求军事支持乌克兰优先 正将俄乌冲突推向何方 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新闻频道 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 我是黄峰 23号 俄罗斯国防部称 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 遭到乌军使用美制导弹的袭击 造成了严重伤亡 地面战事胶着之际 这一袭击事件将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 美西方近期是明显地加大了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力度 贩卖安全焦虑情绪 又是否要将冲突推向危险的边缘呢 就这些话题我们的演播室里 今天请到的是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 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健 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欧亚所副所长陈宇 欢迎两位 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塞瓦斯托波尔 发生的袭击事件 23号 俄国防部表示 乌军当天向黑海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 发射配备极数弹头的 五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 俄方防空系统拦截了 其中四枚导弹 并使另一枚导弹偏离飞行路线 这枚导弹在空中爆炸 溅落的导弹碎片导致平民伤亡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24号凌晨 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 150多人受伤 死伤者中包括数十名儿童 按照俄国防部的说法 美方专家依据美国卫星信息 设定导弹的飞行参数 因此美方对这一事件有直接责任 此外 据俄媒援引飞行数据平台的 数据分析显示 在乌军袭击塞瓦斯托波尔时 美空军一架全球英无人侦察机 现身克里米亚东南的黑海上空 乌克兰方面尚未证实 发起这次导弹袭击 美国国防部23号则表示 美方已经获悉相关报道 但对此无可奉告 24号 俄罗斯外交部就袭击事件 召见美国驻俄大使 表示美方举动意在鼓动乌方 继续开展军事行动 此类举动不会不受到惩罚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24号表示 俄方必将对此作出回应 乌克兰奥德萨方面 24号称 该是当天遭俄罗斯导弹袭击 有人员伤亡 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事实上 在过去几天里 俄乌双方的空中打击行动 在频次和范围上都有明显升级趋势 乌克兰空军司令奥列修克称 23号凌晨 乌防空部队在基辅州击落了俄军发射的三枚导弹中的两枚 俄方则称 基辅近郊的瓦西尔科夫军用机场也遭到打击 当天 俄国防部称击落了33架乌克兰无人机 而在几天前 俄方曾在一夜之间在多地击落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就在此前一天 俄国防部称 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极群打击 乌克兰能源部则表示 这是过去三个月内 俄方对乌方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的第八次大规模联合袭击 乌国家电力公司表示 袭击造成乌电力短缺 乌克兰全境于当天一度实行限电举措 法新社报道称 俄军的多轮大规模联合打击 给乌能源设施造成严重损失 美联社认为 随着俄乌冲突延宕 俄乌双方均瞄准了 彼此能源等基础设施目标 试图遏制对方维持作战的能力 就在上个星期 乌军曾经宣布现在克里米亚大桥 已经不再是它的重要目标了 但是现在黑海地区的战火仍然是不断的 我们也注意到前几天 俄军在黑海地区就摧毁了70架无人机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地图 23号的塞瓦斯多布尔袭击事件当中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乌军是使用了5枚 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 而且在前一天晚上 在克里米亚以西的奥德萨方向 还有15架无人机飞向了塞瓦斯多布尔 崔先生在您看来 乌方对于这场袭击 是不是已经酝酿已久了 我们注意到报道中现在谈到 这场袭击当中 乌军还使用了极数弹头 这个极数弹头它的目标会是什么 尽管此前乌军曾经说 克里米亚大桥 不再是它的打击的主要目标 但是其实克里米亚方向 始终是乌克兰 它需要重点打击的方向 我们知道至少 首先它可以有军事上的价值 尤其是在乌军 如果在正面战场上 面对俄军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 实际上克里米亚方向 更多的是作为 乌军的一个外线战场来使用 因为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到 克里米亚地区整个的稳定 同时能够直接 让俄罗斯方面 感受到所谓的威胁 再一个毫无疑问 更重要的是我想 把克里米亚始终作为 重要打击方向 是还有政治上的目的 因为不断地对克里米亚 形成军事上的压力 实际上可以不断地 强化乌克兰方面 对它政治目标的 这样一种支持 当然至于这次 为什么会使用极速弹头 我想它主要的目的是 要扩大打击范围 而且要提升杀伤的效果 我们看到像俄方的报道 如果说五枚的弹头 而且俄方说它拦截了四枚 如果仅仅一枚弹头 就造成了百余人的伤亡 我想这个效果 其实这就是它使用极速弹头 想要达到的目的 在事情发生之后 塞瓦斯托波尔方面宣布 今天成为一个哀悼日 而且俄罗斯国防部也回应了 说这种行动不会没有回应 陈先生在您看来 俄方会有哪些回应 今天在晚些时候 我们注意到 乌克兰的奥德萨 也是遭到了俄军的导弹的袭击 这会是俄军的回应之一吗 其实过去也发生过 几次类似的事件 我想结合俄军过去的一些做法 可能会有几种回应的这种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以牙还牙 有针对性的 也打一打乌克兰控制的城市 比如说你说的达奥德萨 今天很显然就是对这件事情的 一个报复性的回应 我想也有可能未来会打打基辅 包括利国夫 那么这些其他的重要的城市 我觉得都有这可能性 第二个就是有可能会打一打乌克兰的 一些重点的设施 比如说加大对民用基础设施 供电 能源设施等等的 这样的达基力度 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包括也有可能会打一些军用的设施 特别是这一次 乌方认为背后有美西方的影子 那么有没有可能打一打乌方的 储存美西方武器的这样的阵地 包括仓库 这都是有可能 第三个也是因为俄方认为 有美西方的背景 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向美西方来绣肌肉 比如说使用高充因素武器 打一打乌方的目标 或者说是通过核威慑 这样的等等手段 或者做类似这样的演习 来对美西方展现自己的能力 第四个我认为也有可能会在 地面战场上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 这也是俄方经常采用的一种报复手段 那么现在俄乌双方在哈尔克福 包括敦涅茨克地区 也是在激烈的争夺 那么俄方本来也是要加大攻势 那么也有可能会以此为契机 那么在这些方向 投入更多的力量来加大攻势 我觉得这可能是俄罗斯会采取的 几个报复的手段 那除了冲突的双方之外 今天的俄罗斯国防部还强调说 美国应该要承担 这次袭击的一个首要责任 而且举出了相关的理由 其中也谈到了 这次乌克兰方面使用的 陆军战术导弹 它的参数是由美国专家来输入的 而且在袭击发生之前 有一架美军的全球营无人机 也是一直在黑海区域出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架无人机的一个航计 在袭击之前的一个小时 可以说一直都是在这附近来徘徊的 这个航计确实相当的微妙了 那么现在五角大楼对于俄方的指责 就回复了一句话 无可奉告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那崔先生 您认为这个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不承认不否认 难道是一种默认吗 美方在这个事件当中 您认为它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我们看俄方这次对美国方面的指控 集中在两点 一个这次打击的使用的武器 是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再一个刚才提到全球鹰的活动轨迹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 我们知道此前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进行打击的过程中 其实在黑海方向就不断地有 美国的全球鹰侦察无人机的活动的轨迹 这次我想美国方面表现出这样一种 所谓无可奉告的一个相对强硬的姿态 我想一方面是因为证据摆在这 我觉得美国方面没有办法去逃避这种指责 无论是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还是全球鹰 再一个乌克兰方面打击克里米亚 应该说不在美国此前设定的 就是说比如说它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的时候 要求你不能无限制地打击俄罗斯战斗目标 你只能是有针对性 比如说你可以打比尔格勒多州一些目标 因为从那个方向俄军发起了对哈尔科夫的打击 但我们知道克里米亚在美国看来 它不属于俄罗斯的领土 而且美国也支持所谓的乌克兰 对克里米亚的要求 所以从这个背景上说 无论是从政治上也好 还是从实际的行为上也好 美国我想这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且美国的态度是相当的强硬 而且不仅仅是在黑海地区 最近俄乌在多地的空中打击的数量和密度 其实都在增加的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双方也是互相的袭击了对方的重要的一些能源设施 还有军事设施等等 比如说昨天基辅附近的一个机场 就再次遭到了袭击 而且德国媒体也指出了 近期俄军使用了一些新型的巡航导弹 包括KH-101 KH-555等等 可以说这是俄军投入到战场的一些新武器 陈向您认为俄方这些行动的背后的意图是什么 是不是和F-16战机接下来有可能会进入到乌克兰 有相当大的关联 俄方其实是一直在用各种武器来打击乌克兰的后方 那么主要分两类 一类就是民用设施 我刚刚也谈到能源 电力这种为主 另外一类就是一些军用的设施 比如说交通线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 军械库 特别是最近俄方经常性地打击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包括海马斯等等这些西方武器的这样一些阵地 那么其实俄方之前打机场打的并不是很多 因为乌克兰相对来说 它空中制空能力比较弱 所以对俄方来说打机场必要性不是那么的强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俄方打了几个乌克兰的机场 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新的特征 那么这个原因我想就是你说的 可能跟未来F16有可能会进入到俄乌战场上 是有直接的关联性 那么具体来说 我觉得俄罗斯可能想借打乌克兰的机场 实现三重的目标 第一个就是如果F16进来之后 要从乌克兰的机场起飞来作战 那么通过打乌克兰的机场 能够降低F16的这种机动性 降低对俄方的威胁 第二个我想也是做给西方看 因为俄方展现给西方的这样一个姿态 就是说既然我能打乌克兰的机场 那么也有可能在未来能打乌克兰机场的 F16的战斗机 那么也就是说西方的F16战斗机 有可能并没有派上用上就被摧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影响西方给乌克兰提供 F16这种援助的这种积极性 第三个乌克兰之前副防长也说过 那么有可能会把一部分的F16 放在北约的机场作为储备 那么通过打乌克兰机场的方式 俄罗斯也是希望能够让乌克兰 把更多的飞机放在储备当中 而不是直接投入战场 我想这可能是俄罗斯的目的 从现在这个信息来看 在这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 能源基础设施对攻战当中 乌方的损失好像要更严重一些 现在美国媒体指出 现在俄罗斯打的方向有一些变化 以前可能是打变电站打的比较多 现在打火电厂 打水电站打的多一些 因为这些设施好像在修复和替代上 会变得更难一些 崔先生在您看来 乌军的能源设施能否经历住 俄军的这新一波的打击 现在乌克兰媒体很乐观 他说现在西方武器如果陆续到来的话 乌克兰接下来会有很多的应对之策 您认为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一段俄双方都把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 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 我觉得这个里面是考虑到 双方都想破坏对方 作为一个整体部分的 比如说能源基础设施 它不仅对于军事 包括对于民事 对于民生都有重大的影响 而且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 的确俄罗斯方面的进攻更占优势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想接下来乌方要应对 俄军的持续的打击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现在俄方已经声称 它已经打掉了乌克兰方面一半的 电力生产的能力 接下来它继续延伸到 我们知道像火电厂 像这样一些可以说是基础设施的基础 这样一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对整个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的破坏 它的程度就会非常深 尽管我们看到此前西方一方面 是一些欧洲国家 是向乌克兰就近提供一些 所谓的能源基础设施的 这样一些修复的帮助 但是我们知道修复的进程 它始终赶不上破坏的进程 还有一点乌克兰方面不断地 要求西方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系统 比如说爱国者等等 但是短期内我想很难 满足乌克兰方面的 保护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接下来F16 进入到乌克兰战场以后 不排除乌克兰方面 可以利用这样一些远程打击能力 更强的这样一些武器 去直接摧毁 比如说俄罗斯方面 发动袭击的这样一些阵地 同时也可以加大 对俄方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 但是短期内我想在爱国的导弹系统 不能够尽快地交到乌方 而且F16战机进入乌克兰方面 还有种种问题和限制的情况下 短期内我想乌克兰方面是很难应对 俄罗斯对它一轮接一轮的 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 现在空中的打击变得愈发的激烈 那么在地面战场 俄乌仍然在多条战线展开激战 而同时美西方则更急于表现出 对于乌克兰支持的姿态 我们再来看一个片子 连日来 俄乌持续在哈尔科夫基站 在沃尔昌斯克方向 俄军称击退了乌军多次反攻 在利普齐方向 俄媒近日报道称 俄军近期首次在特别军事行动中 使用FAB-3000高爆航空炸弹 这种超级炸弹 是俄罗斯今年3月开始量产的 重3吨多 配有通用滑翔和修正模块 目前乌军持续在哈尔科夫方向 集结兵力和装备 有俄媒援引美军前情报官员的话称 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 已经收到在哈尔科夫 发起反攻的命令 而早前就有报道称 北约军官正在这方面协助乌军 此外 俄军称 在顿涅茨克以北的 捷尔仁斯克方向取得突破 控制杰尔仁斯克以东的疏离 并向西推进 抵达基罗维东郊 而杰尔仁斯克临近的康斯坦丁诺夫卡 对乌军来说是枢纽级城市 直接关系到乌军后方的稳定与补给线的畅通 前线激战的同时 乌方再度呼吁美西方进一步放宽 对乌武器使用限制 近期 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表示 允许乌军针对俄境内向乌方开火的任何地方使用美国援助武器 不限于与哈尔科夫接壤的俄边境地区 但他同时表示 美关于乌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境内的政策没有变 不过 乌方并不满足于此 华盛顿邮报报道 有乌克兰官员称 美方的限制导致基辅无法攻击俄罗斯最重要的机场 他们还称 美国将打击范围限制在距离俄乌边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 美方拒绝说明具体限制范围 但表示基辅方面说法不正确 同时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近期还称 在短期内 原定交付给其他国家的爱国者导弹 和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拦截弹 现在起将运往乌克兰 预计今年夏季起运 加大队伍支持的同时 北约近来对俄动作频频 芬兰 挪威和瑞典商定建立军事运输走廊 供美军人员和装备快速投送到东部前线 此前 俄方已经多次对北约在欧洲增兵表示担忧 俄副外长格鲁什科表示 北约又回到了冷战时期安全保障模式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个地面战场上的一些热点问题 现在在哈尔科夫 俄军是首次使用了一个高爆炸弹 叫做FAB-3000高爆航空炸弹 另外是现在有消息说 乌军的总司令斯尔斯基也收到了命令 要求乌军是在45天之内 要在哈尔科夫发起反攻 现在俄方是刚刚使用了新型的高爆炸弹 现在乌军又要发起反攻 那陈先生您认为反攻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吗 这个FAB-3000这个炸弹还是比较强力的 它这个本身就有3000公斤 而且这个爆炸部就有1.3吨多 那么而且据说这些爆炸半径能够达到900米 我想俄军现在使用这个高爆炸弹的话 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去年底以来 俄罗斯就开始大量地利用这种航空炸弹 来对乌方的阵地来进行打击 那么主要是打乌方比较坚固的 一些堡垒防御设施等等 那么今年年初在阿富士叶科战役当中 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想如果说这个FAB-3000 大规模地投入这个战场的话 显然会对乌方构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因为现在乌方它这个防空能力 还是比较薄弱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乌方短期内 要想进行一个成功的反攻的话 难度恐怕是比较大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这个地方叫做杰尔任斯克 它是在顿涅茨克市以北的 一个东线战场上的一个城市 而且俄军现在在这个地区 已经取得了一个新的突破 那么已经控制了该地以西的 这个叫舒米的一个地方 那从地图上看起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高地 一旦失守的话 俄军下一个目标 就很可能是临近的这个低地城市 康斯坦丁诺夫卡了 那么现在俄乌双方对于这个地方的 关注度很高 而且乌克兰国内 现在因为在这个地区的防线 被接连突破 现在都在指责乌克兰军方 崔先生您认为 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 这个地方的变化 会对整条战线带来一些影响吗 首先现在俄军要攻击的 而且拿下来是海拔250米的一个高地 应该说拿下它以后 对俄军影响周边的 这个乌克兰的地区和城市 包括它的防御阵地 是有一定的战术上的意义 再一个我们知道 杰尔·任斯克他地处要冲 他实际上是2014年 克里米亚危机以后 当时乌军在这个地方 构渡了第一条防线 换句话说打到这个地方 就意味着俄军朝着他 如果再往前推进的话 就可能会触及到乌军 他防守的真正的要地 再一个我们知道 他仅靠明武二号公路 而且他如果拿下它以后 对于俄军接下来的后军保障 包括进一步削弱和切断 乌军的后军保障 是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的 现在乌军在战场上的形势 比较不利 我们看到美国又开始 有新的动作了 现在美国开始松口 说要放松对乌克兰在俄罗斯 使用美国援助武器的一个限制 但同时他又说 现在限制的政策 没有发生变化 同时乌克兰方面 还是挺有怨言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个地图上 现在这个蓝色的范围 就是乌克兰抱怨的 美国限制使用的范围 就是边境100公里以内 就是说现在这个范围 导致乌克兰没有办法 攻击俄罗斯的一些重要的机场 陈先生我们怎么来看待 美方现在表现出来的 这种纠结的这样的一种姿态 松绑限制武器的可能性 是不是变得越来越大了 其实美方确实在这个问题上 非常纠结 他们讨论了好几个月 白宫 包括国务院 那么国家安全部门 国防部 国会等等 都在就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 那么最后就是达成了一个 相对来说妥协的版本 就是部分的来松绑 那么来进行严格的限制 乌克兰使用的这样一个范围 我想这种纠结其实体现出的是 美国并不愿意为了乌克兰 为了包括为了欧洲取冒更大的 这样一个风险 对它来说俄欧冲突只是它完成战略布局 实现战略目标的这样一个手段和工具 它并不是说真正的要全心全意的 来帮助乌克兰打赢这场冲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觉得美方它这种纠结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至于说未来会不会松绑呢 我认为对美方来讲 那么现在应该说国内政策 美国国内政策权益 对白宫的压力还比较大的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部分继续来松绑的这种可能 但整体上来看 我觉得美方始终不会让自己 暴露于一个高风险的这个情况之下 它永远都是会考虑不要来引火烧身 所以它还会寻找这样一种平衡 是的 现在美国方面呢 不断地在战场上进行煽风的点火 而且这种限制对武器的限制措施呢 这种政策也在不断地发生摇摆 对外展现出了不同的姿态 那除此之外呢 在战场之外 我们看到美国可以说也是动作频频的 其中爆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说近期像斯坎迪纳维亚半岛的北欧三国 像芬兰 挪威和瑞典 现在商定要建立一条军事运输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能够方便北约 特别就是美军能够在一定的时候 能够直接地进入到俄罗斯边境地区 进入到这个冲突的前线 那么实际上在您看来这条军事运输走廊 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在美国和西方对于俄乌冲突 不断地拱火 交游这种形势之下 会不会让俄乌冲突陷入到一个无解的一个状态 我们知道在这次俄乌冲突爆发之前 其实就有一个所谓的北约东义的存在 北约东义主要是一些中东国家 波罗的海国家 他们实际上成为了北约和俄罗斯 直接对抗的前沿 那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到现在 由于芬兰和瑞典两国加入北约以后 现在北约实际上在北裔 又在打造一个新的 对俄罗斯形成这样一个 前行包围的这样一个新的阵线 所以我们看到一北一东 应该说接下来 这是北约今后长期和俄罗斯 搞战略对抗的两个主要的抓手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想现在美国和北约正在不断地破坏 俄乌冲突朝向政治解决的方向 因为我们知道 一旦俄罗斯和西方关系持续恶化 就意味着要解决乌克兰危机 它需要面对的问题 它的复杂性就会大大增加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我想现在如果一旦继续下去的话 俄乌冲突会越来越难以得到政治解决 好的 感谢二位的精彩的解析 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地面战场硝烟不断 空中战场又响起了警报 延宕了两年多的俄乌冲突 似乎被逼进了一个无解的死胡同 而这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美西方不断地地刀拱火 想方设法地拖延冲突 对于冲突引发的地缘危机和人道灾难 美国恐怕并不在乎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再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